弟弟是个爱开玩笑的人 女儿周岁燕那天 他偷偷将女儿的奶粉换成了60度的茅台 宝贝女儿酒精过敏 不幸离世 他却说 我是想开个玩笑而已 谁知道你孩子那么没用 我老婆失去爱女 患上抑郁症后 从天台一月而下 我报警为权 被家人阻拦 母亲已死相护弟弟 父亲痛斥我不笑 一些外人死了就死了 难道他们比你弟弟的前途重要 后来 我弟弟娶妻生子 而我 却突发疾病猝死 我才知道 这一切早有预谋 在睁眼 我重生回到了女儿周岁燕 哥 我看那个保时捷不错 勉勉强强 可以配得上我 我从濒临死亡的窒息感惊醒 江盛坐在4S店的VIP区 指着暂停中央那辆最贵的车 志在必得 恍惚过后 空调打在我的皮肤上 刺骨的寒意 透过张开的毛孔 令我打得寒颤 我捂住胸口 心脏有力的跳动 我还活着 我竟然重生了 上辈子 女儿就是死在今天 死在他的周岁燕上 江盛还在喋喋不休道 几百万那么low的车屌丝采开 对吧哥 他不屑地白了销售精灵一眼 走到我身边 我下意识离他远了一点 咬着牙稳住情绪 嗯 你眼光不错 那是当然了 见我不渝 江盛紧接着补上一句 其实我这人很随便的 不过今天是小宝的周岁 作为叔叔 但要开好一点的车 这样你没有面子 他说得头头是道 眼底透出一丝真诚 殊不知 我身后的拳头已经硬了 巴不得立刻捶抱他的狗头 可我公司正面临上市 绝对不允许任何丑闻发生 而我的父母 一心偏爱小儿子 上辈子 女儿久经过敏离世 老婆患上抑郁症一夜白头 我下决心追究江盛的刑事责任 一向威严的父亲 替江盛出面说何 他苍老用憔悴的容颜 不是因为孙女的去世 而是因为我起诉了江盛 他说老婆可以换 孩子可以再生 可弟弟就一个 一个女孩死就死了 难道你还要让活着的人赔命不成 我从未想到 他偏心能到这样的地步 不甘心弟反问道 我女儿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他犯了错 理应受到惩罚 母亲世道卖惨道 你是大哥呀 难道你要为了外人葬送弟弟的前途 我们老来得了这么个小儿子 受了多少罪 你是想要妈妈的命吗 你是要逼死我吗 那你把我掐死 掐死我 他贪错在地 哭得绝望 你就非要毁了我们一家子 才肯甘心 我也是你们的孩子 我的话耿在喉头 一句都说不出 如同千根钉子扎在喉咙 一切的一切都有迹可循 我开箱手机上的时间 此刻那些悲剧都没有发生 我绝对不会让江胜 有任何机会反击 前逝经历的绝望跟痛苦 我要让他好好尝尝 销售卑躬屈膝问道 刷卡还是 全款提车肯定刷卡呀 拿几千万现金都能砸死你了 没见识 江胜白了他一眼 随意将烟头丢在地上 他缠着我买车已经大半年 自从毕业后 他一直要求自己开车上班 可我觉得他在公司里磨练 不能太过张扬高调 因此前逝 我拒绝了他买豪车的要求 后来他主动献殷勤 给小宝泡奶粉 我误以为他执着买车 想来讨好我们 便没有在意 却不承想他在奶粉里加了茅台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蓄意报复 我点点头 掏出黑卡 冲着销售招手 可以让我弟弟去试试车吗 销售擦了擦额头的汗 按道理来说 这种车只能做展示 并不能开出去 除非你足够有钱 他认出了我手中的黑卡 连忙道 当然 请跟我来 江胜眼中的兴奋藏都藏不住 突然停下脚步走到我身边 哥 还是你买完 当我在开走 这样踏实 几千万的车 我都答应全款给你买了 你倒好 亲哥哥还信不过吗 我的不就是你的 这句话正戳中了江胜的心窝子 我声线压低 将他拉到身边 展台里的车 谁知道有没有问题 你去试试才知道 你喜欢最重要 我刷卡买单 一气呵成 老婆辛苦了这么久 也是应该给他买辆好车开一开 江胜豪车的声音 一路拉到酒店门口 要是绕在他的指尖 他满是得意跟来的宾客炫耀 一口一个随便买的 不值一提 老婆抱着女儿 正在门口迎宾 小宝一看见江胜就哭了 他走上前 坐了几个鬼脸豆扒 又转头看了我一眼 该不是饿了吧 下一句应该是 嫂子你休息吧 我去给宝宝充奶 钱是谁都不知道 江胜的笑 暗藏着什么邪恶的想法 就是他人畜无害的笑容 所以给宝宝喂奶时 没有一个人怀疑他会加料 酒精过敏的反应 在幼儿身上的反应尤为明显 白嫩的肌肤变得红肿 宝宝从开始的哭闹 到后来的窒息 他的瞳孔涣散 上救护车时已经快不行了 父母将一脸无味的江胜护在身后 他委屈的挠挠头 我只是想开个玩笑 只知道你家的孩子这么脆弱 抢救室内 小宝的身体变得亲子 小脸失去生气 医生出于无奈摇头 抢救无效 老婆在医院扑到接近昏厥 江胜却只是在笑 这就晕了 肯定是机翼有问题 你们这样的身体不生孩子 才是造福人类 母亲故作生气地指责他胡闹 这么小的孩子 怎么能给他喝酒 我看到母亲眼眶也有泪 眼眶也是红的 他是伤心的吗 我指着江胜 发誓一定要他付出代价 他又转头来指责我 他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吗 你弟弟会带孩子吗 你也由着他胡来 父亲冷得脸呵斥我 自己带孩子不小心怪谁 你们压根不配当爸妈 我还没来得及 从悲伤的情绪缓过神 听到他们这种话更是心痛 可 我的父母配当父母吗 他们只配当弟弟的父母 思绪从前世的痛苦中清醒 江胜心情貌似不错 换了个说法 你爸爸给我买了车 作为感谢 叔叔给你充奶喝 想胜 你没有带孩子的经验 跟我进去陪客人吧 他刚得了新车 对我的话言听计从 屁肩屁肩地跟在我身后 周虽燕客人都是我的合作伙伴 对你以后资源拓展有帮助 酒量差没关系 菜就多练 江胜拿着手中的酒杯 迟疑了一回 也赞同我的话 我挨个将客人介绍给江胜 他也是来者不拒 一连喝了好几杯 我妈看到连忙上前阻拦 成胜啊 你不能喝 让你割体你 乖 听妈妈的话 她瞪着我 眼珠子都要掉下来 你是死人吗 你自己的客户自己去陪 话音刚落 江胜的脸一红 一口酒反射性地喷了出来 一时间不知道是红酒 还是未出血 他缩在妈妈怀里 瑟瑟发抖 额头上布满的密密麻麻的汗 我好难受 妈 救救我 我甚至要死了 我妈挤得满头汗 快叫救护车 快点啊 我儿子出了事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从小到大 爸妈将他照顾得很好 滴酒不沾 他自然也不知道 我们一家子都是酒精过敏体质 江胜到了医院完好无损 洗完胃后医生说 只是因为喝酒喝多了 父亲站在一边看着点滴 母亲则是心疼地给他胃咒 一见我进门 江胜就指着我 嘴巴一张一盒 是哥叫我喝的 推卸责任 他向来很拿手 酒精过敏会死人 你知道吗 你疯了吗 害死你弟弟 对你有什么好处 圣生万一有什么好歹 我 我真要你赔命 原来他们也知道 酒精过敏会死人 原来他们也清楚 害死了人要以命抵命 心中仅存的柔软荡然无存 我坦然坐在一旁道 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生了孩子自然 有基因问题 我以前喝酒喝到胃出血 现在不也好好的 以前做生意喝酒应酬时 我求他们把我送医 结果他们 想我吵到他们小儿子睡觉 把我关在门口 放任我等死 也是从那时起 我得知了自己家族过敏时 可 江胜跟我体质不一样 现在想来 这已经不是偏心可以概括的 我的身世 恐害也值得怀疑一下 你故意害圣圣 还强词夺理 他住院需要补身体 你转个几十万 给我买营养品 父亲是十帮腔 你这个大哥当得太不称职 应该在请个护工照顾圣圣 江胜则是懂事善孝道 爸妈 你们别为难哥了 我都跟他说好了 到时候去他公司 直接当总经理 三个人打着配合 你一言我一语 说到最终目的 病房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我抬头看着他们 脸上神色各异 心里各怀鬼胎 我一脸为难 你在周岁宴上出了丑 得罪了我很多客户 恐怕江胜立马坐了起来 我也吃亏了呀 他们谁不服 我找他们所回去 按照他们这副无耻的样子 很有可能拉横幅 在公司门口上掉 我白白手安慰 只能委屈你 从底层开始锻炼 用你的材干堵住他们的嘴 放心 哥不会亏待你的 江胜懂得见好就收 他的目的 可不只是当个总经理 毕竟上辈子 我到死都不知道 公司早已被江胜操控 所有的遗产顺理成章 落在了他的名下 我绝对不会给江胜 任何翻身的机会 想到这 我突然觉得 钱是自己莫名猝死 有些蹊跷 我在医院做了一个全身体检 检查报告出来后 却让我得知了意外的真相 刚折回病房 我妈正端着老母鸡汤 哄江胜 眼神在看见我的瞬间变冷 又忘什么东西了 这鸡汤炖得真好 小雅就没着手艺 到时候你教教他 我妈拿汤勺的手艺抖 跟江胜互换眼神 随即又恢复了瓶颈 我不是拿来个菜图 让他照着给你做吗 笨得要死 娶个老婆干嘛使的 我娶她回来 也不是为了做饭 请个厨师也行 他难得柔软了一次 劝诫到浪费那个钱干嘛 我到时候回去给你做 我握紧手中的检查报告单 强忍着失望轻笑一声 好 医生告诉我 我长期吃香克的食物 已经有了中毒的症状 加上我一直服用 加速血液循环的药物 一旦经历情绪大起大落 很容易就会造成心机梗死 我掏出随身携带的抗过敏药 经过检测 药物已经被换过了 我不懂 也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置我于死地 甚至不惜给我下毒 换药 杀我的孩子 逼死我的妻子 只为把我辛苦奋斗得来的一切 拱手先比江盛 我跟他从来不上二选一 既然如此 这也是我只会做那个唯一 当天回家 我让老婆跟小宝去医院体检后 回娘家赞助 她起初还有犹豫 担心没人照顾我 边收拾东西的时候 还在偷偷掉眼泪 怎么哭了 小雅苦涩一笑 抬手俯伤我的脸 姜怀 有些东西要你自己舍弃才行 我愣了神 她没遇见哀伤的神情与前世重别 我将她搂在怀里安慰 除了你跟宝宝 所有东西我都可以舍弃 所以 你把名下所有东西转给我 是想做什么 假离婚 公司正在上市关键时期 你会破产的 不 你会成为新老板 他们离开后 我才可以真正无所顾忌 我要让他们自食乐果 让他们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之后我带着菜谱 回了一趟爸妈家 我虚弱的躺在沙发上抱怨 女人就是麻烦 吵个架就闹离婚回娘家 做个饭都嫌累 文言 我妈从厨房探出头一看 脸上闪过窃喜 离就离 他别想唠到一分钱 就让他带着那个赔钱货流浪去 我接着说道 我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让小盛赶紧出院来帮我的忙吧 他很乐意看我这副七里子散的样子吧 很快了 我这两天给他补身体呢 你也过来喝一碗 只有不触碰到僵胜利益时 他才会对我好一点吧 我捧着那碗补汤像是穿肠毒药 随即不动声色地放在桌上 等会我送你去医院 顺便也要去检查一下身体 我妈脸色一变 心虚地拉过我的手 没事别老看医生 那些用一乱七八糟做检查很伤身体的 他们都是为了骗你的钱 听妈的话 回家好好休息 我顺着她的意思点点头 让她放下戒备 趁着她上楼换衣服的空当 我将那本毒菜谱换成了江盛的菜谱 幸好提前做了封面 两本一模一样 看不出任何瑕疵 在我妈细心照顾下 江盛的脸色果然好了很多 我刚准备转身离开 我妈赶紧放下手里的东西跟着 她善笑道 我送你 不用了 你回去陪江盛吧 她犹豫了一瞬 开口道 妈妈看着你出大门 嗯 她的视线在我身后紧紧跟随 我却觉得无比刺骨 直到开车离开医院 身体的温度才逐渐回暖 真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过了两天 我接到我妈抱怨的电话 她当初拒绝护工 说是自己的儿子自己照顾 老了才能反补 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 她天天给江盛盾大补汤 导致她频繁起夜 结果尿在了床上 她本身生病 就虚弱大补过后 在吃香克食物 效果比我想得快 她一肚子火气没地方撒 怒声道 钱什么时候打过来 甚至银行推迟了 你聋了吗 没钱 我刚把手机关机 敲门声响起 秘书说 我妈把要钱的电话 打到了公司里 公司员工都在意论我不孝顺 到了下午下班高峰期 我妈直接来的公司 指明道姓要见我 保安拦不住她 她一路哭闹寻死 吵到了我的办公室 我正在开会 一大群人扭头看向门口 我妈头发乱糟糟的 穿着廉价皱巴巴的衣服 摊在地上 你这不孝子 你弟弟还在医院里 你钱也不出 也不去看他 是想逼死我吗 我现在就吊死在这里 卖惨的套路一气呵成 屡失不爽 我难堪的走上前扶起他 被他猛然甩开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 我便跪在地上打断道 妈 公司现在经营困难 我真的拿不出几十万 给弟弟补补身体 请护工 有人窃窃私语 姜总弟弟怎么了 听说是喝多了酒 酒精中毒 当天我也在 只是喝多了 送去洗胃而已 不至于要二十几万补身体吧 我妈听见了 立刻反驳 我儿子差点死了 你当天也在 我还没找你赔呢 再胡说 这钱你来出 同事立刻闭了嘴 连忙示意 说不得 说不得 还勒索上我了 姜总摊上这样的妈 也是可怜 今天不给我钱 我就在这坐着 他这番驾驶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我的债主 我在他耳边低声道 也不想事情闹大看着 我破产吧 他一副狐一的样子看着我 又想起那天 姜盛提个豪车 选择跟我站在一边 人吗 利益相同时会自动站队的 他一点也不傻 我妈回去之后 就跟姜盛说了这件事 晚上接到姜盛电话时 他还有些感动 哥 我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好 我一定会好好干 努力报答你的 只是我爸妈心里有些不舒服 本来借口买营养品 照顾弟弟 可以捞二十万 现在累死累活 照顾姜盛不说 还要倒贴 毕竟 他们可舍不得张嘴 找姜盛要钱 姜盛出院那天 开着豪车在医院门口飞驰 我在他身后提着行李 他们见到我张嘴就是责怪 这么多天也不来帮忙 买那么死贵的车做什么 浪费钱 姜盛不满地撇撇嘴 不懂别瞎说 这是身份的象征 我妈还是疼他 扯出一个笑容哄着他 是 这车真好看 给妈开门 带着我也享受一把 姜盛一个眼神也没给 找了个借口 这车可是要在白富美的 你做脏了 人家都要嫌弃我了 说吧 他一路飙车 背影也没留下 我妈留在原地 姜盛笑道 你弟弟说的有道理 开这车出去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有远见 他说的没错 姜盛上了一个星期的班 每天的副驾上 都是不同的女人 在公司看到女员工 也会聊一下 甚至动手动脚 身材真不错 我有保湿胶 想做吗 开个玩笑吗 真玩不起 公司上下怨声载道 集体请求将他开除 我依旧立派中意 留下了姜盛 理由是我身体不太好 他迟早要代替我接管公司的 要提前熟悉 姜盛信了 而我因身体不好 退居幕后 每天姜盛来公司依旧高调 穿着高定的衣服 喝着高档的咖啡 坐在最角落的工位里 买头苦干 今天跟他的顶头上司 又杠上了 你算什么东西 这公司姓姜 是我家的 你也就配当我哥的一条狗而已 跟我叫 有什么资格叫 我分分钟让我哥开了 你信不信 项目经理柳涛 年薪百万也不是吃素的 不屑的冷笑 那你跟你哥真是天差地别 你什么意思 你也就配抱姜总的大腿 求他给你一份月薪三千的工作 你真那么牛 开公司的怎么不是你呀 还仗势欺人 你断奶了没有啊 姜盛在家是天池轿子 开豪车在外是富二代 头一回被人指着鼻子 骂落了下风 他气急败坏 就想上手打人 柳涛抬拳到黑带 反手就是把他按在地上摩擦 姜盛现在的身体大不如前 毫无反抗能力 我透过玻璃看着这一幕 神清气爽 柳涛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他的任务就是给姜盛很多任务 我告诉他 出了任何事情 我都可以替他勾底 闹进警局时 我公事公办出示了当时的录像 并且保释了两个人 姜盛一肚子火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是逼着我开了柳涛 你不开除他 我就告诉他 你帮了外人欺负我 我差点笑出声 还是忍住了 他是公司的项目骨干 现在公司情况不好 都靠他赚钱 你跟着他才能学到真本事 姜盛头脑清醒 咬着牙人了 四十个实习生 竞争三个岗位 大家都在拼命加班 努力地卷 姜盛原本的目标是 打入核心 取代我 可几次考核下来 他都是垫底 接到他电话时 我正跟健身房酷酷拉链 镜子中我的公二投机 跟腹肌逐渐显现 姜盛气急半坏道 你就直接给我转针不行吗 你不是老板吗 可嗨嗨 小盛啊 我身体不好 你要努力呀 拿出实力证明给他们看 哥就指着你了 说吧 我就挂断了 一天又一天 在我妈又一次给他送鸡汤时 姜盛终于崩溃了 我不喝 我都说了我不喝 还一直送来干嘛 鸡汤撒了一地 也撒了我妈一身 过了一会 他才开口 你身体不好 我想多给你补补吗 姜盛环顾四周同事 看向他的眼神 恨得咬牙切齿 我好得很 我又没病 我妈不知道 因为他的大补汤 姜盛要贫尿急 就差住在厕所里了 八个小时的班 他六个小时都住在厕所里 你该去照顾我大哥 他现在病得起不来 公司也没办法管 也没办法帮我 他情绪不断起伏 脸都胀得通红 我妈连忙给他拍被顺气 低声道 傻儿子 你哥不在 你就坐进他办公室 谁敢说你 姜盛无语 憋着一口气又要去厕所 我妈非拉着他去楼上 巴掌我的办公室 一来二去 姜盛就这样在大庭广众下尿裤子 我妈护在他身前 柔身安慰 没事的没事的 谁还没尿过裤子 他闭着眼都快绝望了 带着浅浅的裤腔 老不死的都怪你 成天捣鼓这些 害了我哥又要害我 还不快走 丢人现眼 公司的同事大多看他不顺眼 此刻竟然笑出了声音 姜盛崩溃大叫 闭嘴呀 不许笑 再笑我叫我哥开除你们 统统开除 生气了 真玩不起 可是确实好笑啊 开除我也要笑 哈哈哈哈 开玩笑而已 别开除我 别把你的老时间弄湿了 姜盛彻底气晕了 当场昏厥 还好 我们公司有专业医生 给他做了急救 及时送医 万一 死在公司影响上市就不好了 姜盛射死的消息 传遍了公司 他在医院躺了三天 都不敢睁眼 直到我赶回来 他眼睛亮了亮 才哭出了声音 我已经跟人事那边安排好了 给你升职 我妈哭好道 你死哪去了 为什么不早点给他升职 让他白白受那么多罪 我去调养身体了呀 我按你给我的食谱学习 身体越来越好了 妈你真厉害 多亏了你 我还以为你一直偏心弟弟呢 原来你这么疼我 他看在我胳膊露出的肌肉 瞪大了双眼 又转头看向姜盛 这怎么可能 肯定是弄错了 我运动了一个多月 脸色也变得十分健康 浑身肌肉线条饱满 反观姜盛经常喝着大补汤 却骨瘦如柴 肤色呈现病态的灰白 医生刚刚已经通知 姜盛因为长期食物中毒 导致身体各种器官机能下降 药物感染严重 伴随血管病变 影响了功能障碍 以后有孩子的概率不大 我安慰他到 按照妈的食谱来 你肯定慢慢就好了 回头我发给你 姜盛的眼神洞悉了一切 却沉默着没有开口 我妈则是语无伦次的解释 姜盛都不相信了 因为我暗示过姜盛 妈妈表面疼他 实际都会把最好的东西给我 他当时不信 反嘲讽我 一个捡来的孩子 还想跟我亲生的比 你不知道吧 妈妈说你现在有的一切 都是为我铺路 我心里咯噔了一瞬 所有真相揭开时 我已经很平静了 可 妈妈说你才是捡来的呀 姜盛 你放屁 我笑道 只有对待自己的孩子 才会那么严格要求 不是吗 所以我就是比你优秀啊 姜盛收敛起了 自己嚣张的气焰 看向妈妈 眼神变得陌生 你出去 我不想见到你 我妈眼眶瞬间红了 盛盛 你不能这么对妈妈 你忘了吗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姜盛发了疯 将我妈使劲往外推 她一个不慎倒在了地上 别撞了 滚 姜盛无情地把大门关上 随她在外面哀号 好感人的母子情 路过我妈身边时 她似乎是扭到了脚 腰也闪着了 将在地上半天动弹不得 不笑子 还不快把我扶起来 我垂眸看她 哼 我都不笑了 还扯你做什么 你的笑子在里面躺着呢 都怪你胡说八道 我最爱的儿子 只有盛盛 才不是你 我蹲下身子 低声告诉她 是啊 把你最爱的儿子害得绝了后 滋味如何 食谱我早发现了 她吃的就是你日日夜夜 亲手做的毒药 她一惊 瞪大了双眼 一句话都说不出 竟然生生这样中风 倒应来得太快了 江盛最终没有去公司里任职 后来我才知道 她尿裤子的视频 被人发上网络 再次遇见江盛 13个月后 我处理好了所有资产 让老婆跟孩子飞往国外 毕竟把兔子逼急了 也是会咬人的 更何况我面对的是 吃人不涂骨头的豺狼 幸福者必让守则 我不会让爱我的人 再次受到任何伤害 我爸得知事情原委后 立马发了诉讼告我 要求我赔偿5000万 给妈妈养老 江市集团将总虐待生母 给弟弟下毒 竟然上了新闻 父亲向来理直清醒 很快就看破了我所做的一切 用舆论战让我备受压迫 你妈只是爱子心切 才做了错事 可你也太恶奴了 把你弟弟害成什么样子 你这是蓄意楼杀 话风一转 不过我们不跟你计较 5000万对你来说又不多 你想想我们还要养老 胜胜以后还要结婚生子呢 作为大哥 这些本就是你应该做的 表面里中客 实际最不要脸的就是这位 在一滩浑水的家里 他总能把水搅得更加浑 最后再眉眉隐身 我挺直了几倍 首先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其次我没钱 你告吧 他比我想得冷静 笑着拿出家里的监控 证明我换过食谱 还有医院长王妹 我不管躺在地上的妈妈 绝对离开的背影 而我好像没有任何筹码 我知道你公司即将上市 5000万动动手指就有了 之前装了再穷 不过是拖延时间 想让我们放松紧屁罢了 这种丑闻爆出来 你花钱遮掩都不止5000万 我双手一摊 坦然耸肩 我跟小雅离婚了 所有资产在她名下 我现在是个穷光蛋 你告去吧 我不信她不管你了 我要带着你妈 去你们公司大楼申冤 她彻底破罐子破摔 语气也越发激动起来 给不了钱 就去吃捞饭吧 法院传票寄来得很快 是时候做不了断 法庭上 江副江母坐在受害者席位上 声泪俱下 为了营造氛围 他们还特意请了 微博大V跟各种媒体 他们哭诉过后 又开始卖惨 卖惨过后 开始控诉我的行为 有多可恨 甚至拿出我跟他们的亲子鉴定 把一个孩子培养成才多不容易 更何况江淮这么优秀 可见我们多么用心 即使他不是我们亲生的 我们也愿意付出一切 高清摄像头对在我脸上 生怕错过我脸上 每一秒精彩的表情 我当然起身开口道 借这个机会 我也寻找一下我的亲生父母 这两个人30年前 做保姆跟保安时 不谋而合 将主家孩子偷走 想敲诈勒索 最后因为他们自己 无法生育才把我留下 我乘上这么久以来 四处搜寻的证据 有他们同村的人作证 还有车站当时的出入站记录 这话一出 引来在场所有人唏嘴不止 没想到还有这么大一个瓜 江副瞬间变了脸色 甩出各种证据 证明我给江剩下毒 虐待江母 他心疼地摸着江母憔悴的脸 老夫妻情深四海的戏码 再次上演 是我没用 都没办法保护你们母子 让这个外人害了你们 听得我想鼓掌 下一秒 我的证人出场时 江副倒吸了一口冷气 江副一字一句道 我哥从小到大就很优秀 对父母也很好 可自从我哥创业成功 越来越有钱之后 他们害怕哥哥以后不管他们 所以商量着食物相克的办法 做成食谱送给他 让他慢慢身体变差 他顿了顿紧接着说道 这样我就可以接受哥哥的事业 不劳而活 至于我中毒这件事 是个误会 江副失望透顶 震惊之余 抄起手旁的椅子 就从江盛的脑袋砸 逆子啊逆子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你挥了头 法官 他做伪证 他脑子有病 狗咬狗的场面真是精彩 最后 我当庭离开 而江副江母被警方带走调查 多年前儿童绑架案 一旦定性 足够让他们在里面坐牢坐到死 江盛跟在我身后 完全失去了当初那种嚣张气焰 对比他无用的父母 他当然会选择我这边 即使我一无所有 我的资源人脉 客户跟见识都是一流的 毕竟我可是送过他一辆保时捷的哥哥 他气声声道 哥 你说可以帮我去国外定居是真的吗 当然啦 你随便选哪个国家都可以 那我的车能不能卖掉变现啊 多一点钱多一分保障 当然啦 你想怎么处置都可以 江盛忙得不可开交 他身体虽然不是很好 但一想到可以逃离这个 曾经让他射死的地方 再懒也变得激起来了 出国那天 他头也不回地坐上飞机 直到一个月后 我接到了一个跨国电话 对面是江盛 他痛哭流涕道 我要回国 我要回国 怎么了 住得不开心吗 钱呢 房子呢 我的保时捷呢 我给他办了A国难民身份 没有房子 语言不通 找不到工作 他就只能这样 靠着残破不堪的身体 流浪在一国街头 我恍然大悟道 我当时跟你开玩笑了呀 你怎么当真了 生气了 真玩不起 我笑着挂断了电话 心中无比快意 我在网上发布的寻亲 有了回响 一位画家 曾经给A国顶级富豪小儿子 画过满月画像 虽然过去十多年 依旧可以看出 那孩子跟我女儿极为相似 可我 却并不想证实 如果他们也曾经在乎我 为什么这么多年 从没有寻找过我 收集证据时 我找遍了所有寻亲的线索 没有一条是关于我的 我收起手机 靠在老婆怀里 我没人要望 我跟小宝不是人呀 你们是我的小天使 肉麻的话还没说完 门外骤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一个给我长相酷似的女孩 眨亮晶晶的眼睛看我 哥哥 你是我哥哥 我不是 你就是 他拉着我就往身后的路上走 一排马路上停了长长的车队 去哪 继承遗产